- 今天你約在這邊 - 就是教豬寶人 - 就這樣子 -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想拍Key啊買東西 - 你就是品牌創辦人 - 然後又兼設計 - 然後又兼打工 - 而且都要自己來對不對 - 台灣目前沒有一個設櫃 - 台灣沒有 - 雖然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 一下在陳平是參加櫃 - 但當時我們全部都是櫃豬寶 - 鑽石紅寶石和寶石其實比較大件的 - 但是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從18歲就離開台北 - 就在國外讀書嘛 - 我覺得那時候實際上沒有準備的充分 - 所以像我一年在陳平真的是燒了很多錢 - 這次是以青涉系列回來做台灣的市場 - 當時就是只是很想 - 希望每個女人都可以穿會寶石 - 我想做一些東西是不會造成你任何的壓力 - 當然它也不是像一碗乾麵這麼便宜對不對 - 但是穆地任著工作 - 你都可以買珠寶送你自己 - 而且這些珠寶不是你在會寵場才能帶出來 - 是你平常都可以穿戴 - 那種自我滿足跟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嘛 - 我們就希望每個女孩子每天都閃一閃一 - 先從線上試試看看台北的反應怎麼樣 - 之後有專櫃上可以看到就對了 - 對三四月的 - 但是當然希望商櫃上多鼓勵我們 - 因為我們這次也是第一波 - 就是想了解產品的反應是怎樣的 - 連那個Logo你都是就是自己設計的 - 整個超訝異的 - 因為你本來是律師 - 但是現在又是做珠寶 - 所以我一看到馬上就有喜歡的感覺 - 完全不會想到這次律師會做的事情 - 你做珠寶做了幾年? - 三年 - 感覺你動作非常快就開櫃 - 開捨櫃 - 就是不關事事 - 你知道嗎? - 因為我之前沒有做過生意嘛 - 這是第一次 - 會覺得你好像本來就有做過藝術相關的東西 - 沒有 - 真的就是非常熱愛 - 而且就是熱愛 - 然後你當然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 所以就是想辦法克服它 - 翡翠給人家一般先領想到的就是 - 很老氣的感覺 - 對 就是那種圓圓一顆一顆 - 在手上的鑽石 - 相在旁邊的感覺 - 想要改變大家對於這種貴珠寶的印象 - 所以我們是從原始起 - 就自己購買 - 然後自己切割 - 我們的切法跟傳統事實上是有太大的差異 - 所以我們只好 - 我自己就坐在師傅的旁邊 - 就坐在他們面前 - 然後給他們非常多的原料 - 然後慢慢做什麼 - 我們就慢慢就是 - 我跟你這樣子 - 我可能要怎樣的感覺 - 我們這裡在切一面 - 我自己在切 - 我看看感覺 - 一個一個這樣跟他討論 - 然後慢慢切慢慢切 - 切割 - 抛膜 - 像要從四個老師 - 就是不同的人才可以最後完成 - 我們一個小單品這樣子 - 很想要去做出一樣東西 - 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 為自己感到驕傲 - 真的 - 就會覺得說 - 哇 - 好棒 - 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 我們已經研發一套我們自己的系譜出來就對了 - 聽起來很不容易 - 就是燒錢 - 燒錢 - 因為真的想打貨船 - 真的很大 - 很好的朋友 - 她就跟我講說 - 欸 Tracy - 妳的珠寶是我的戰袍 - 喔 我聽到這句話 - 她說我好受到鼓舞哦 - 她的客戶也許都是上市公司的董娘 - 或者是高管 - 都是很擁獲的人 - 妳帶出去的東西 - 事實上是要有質感的 - 可是妳又不能夠太誇張 - 對 對 這很重要 - 就是因為她這句話 - 她就讓我更堅持這個信念 - 開發這個青森的系列 - 希望我們可以設計出 - 真的是符合大家的日常生活 - 所有的需求都可以穿在我豬寶 - 可是懂的人一看就知道 - 欸這個東西跟一般的飾品不一樣 - 她是主堡 - Better Life better You - 帶上主堡會讓妳遇見更好的自己 - 很多我們的客人是買東西 - 送給自己的媽媽跟自己婆婆 - 結果她都做阿嬤了 - 她還帶我們中間還是覺得很漂亮 - 而且很多阿嬤都很年輕 - 她們也很挑的 - 對 - 我們來趕快看 - 這個盒子的感覺是更有質感的 - 希望我們的系列的產品 - 都可以像新生兒一樣充滿著希望 很多人工作或有小孩之後 不會忘記自己的初衷 跟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看起來就是有一種非常大的堅持 想要把一切的事情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才能做出這種品牌 這就是翡翠 跟大家想的不同 全部都說過切割的 完全就會想要帶上去 它原本是一塊石頭 經過這種千萬年地表的變化 再作用再變化 還可以變成像現在這樣子半透明的 顏色漂亮的內涵物在裡面 我覺得這就是桂寶石的魅力 這就是你的名字嗎 也是TC 那好像一往上 閃亮閃亮閃亮的感覺 原始然後帶來神賞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搭配起來也會非常好看 它看起來是黑色 但是它其實會有時候那個光看起來是有一點綠 所以它叫做墨綠色 是墨綠色的 尤其你如果是走在史上尖端 你一定會懂那個綠 現在這種深綠很夯欸 因為我覺得很有個性 很常見的綠色的翡翠 很深很漂亮 都是A貨 覺得這好時髦的感覺喔 接觸每個顏色都不太一樣欸 接觸每一顆都是手中切的 切面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還要配色 有沒有不一樣的綠 這些都是翡翠 只是印度不同 就是就只有顏色不一樣 就只有顏色不一樣 對翡翠也是一樣 它有很多種顏色 我們都叫它地王綠 喔這個是地王綠 水綠 非常的透 就像冰塊又像糯米一樣 冰冰糯糯的 我們叫冰糯種 水綠翡翠 感覺好像有許花在裡面 對很漂亮 那就是翡翠天然的質地 天然的結晶 真的很美欸 三家Party也OK 可是跟朋友聚會帶也OK 就是都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太誇張或是怎麼樣 可是它有份量在那邊 一萬六左右 對 平常只是很簡單 你買一個翡翠上小小戒子 都要一兩萬台幣 而且這有五個欸 那根本就很超值啊 每次的一年的時候 你是不是假惑 你假惑系的經驗好不好 好細微的 就是玫瑰跟黃K金的 因為我老大是女兒嘛 幫她編頭髮的時候 把那造型設計到這個裡面去 這是編織系列 這個叫做 金系奈米珠寶金屬 因為它原本是用在於醫療工業啊 皮膚敏感的人 就不會過敏 而且我們有出口歐盟的認證 然後我們有杜石把K金在上面 你可以選擇玫瑰金 你可以選擇黃K金 你這個Logo真的很好看 謝謝 像我們鑽石商品 我們的Logo旁邊 我們都會打上克拉書 會讓消費者知道說 欸這段時間有多重這樣 上下 就打開了 因為我最近的胃寶石 我不能用傳統的銀跟銅去相親 都會養花 都會生羞 好誇張喔 可以弄成這樣欸 我剛才本來很擔心弄壞它 你知道嗎 不用擔心 但在衣服上面很美啊 珠寶級的肥萃 這一點點就 肥萃也非常珍貴 而且這又這麼好帶出嗎 又可以珍惜 多好啊 可是我就在家裡 自己那種保險櫃打開嘛 然後就在床上 把那個鑽石拿出來 本身拿出來 我老公就覺得我有病 你知道嗎 這就是女人啊 這是我收集的事情 很開心 就是一個爽感 重點是這個鑽石不要丟掉 接下來都可以拿下 重新設計 這些你現在帶久 你覺得好煩 我想要把衣條拿來做項鍊 拿來做狩獵 都可以 貴珠寶的價值就是在你這裡 也可以傳承的 因為這是貴珠寶 你不能丟掉嘛 除非你不懂它的價值 也有保證卡 證明說你買的戒頭器 都是天然的寶石 一年保護 對 只要依靈我們的客戶 然後到我們客戶的銷售點 或者寄來給我們 都可以做出現 是WeChat跟Facebook 官方的郵箱 可以直接上我們的官網 都可以連接到我們 如果你是想要親眼去看 然後想要另外選購的話 他是有工作室可以去看的 很像專櫃上面 陳列的那種感覺 我想拿下來了 我就去看了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讓我往前減下 謝謝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玫瑰金金色也有钻 另外一边也有钻 金色跟玫瑰金都可以这样钻 这样搭 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遠看是黑 近看是地 但你不存在 我 我一直都要 你只要拿在你的心 就想看你 我未必想讓你看 我未必想讓你 我會 ц joy 讓你一半 All I ever wanted is to hold you in my heart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All I ever really wanted is to hold you in my heart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All I ever wanted is to hold you in my heart 它比較有個性啊 或是比較柔的 都很好看 像我沒有耳洞就變成這樣戴 有耳洞的人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玫瑰金的 金色的 還是有一點差別